大家好,我是阿米,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,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境电商最新消息。 核心的在线购物网站受欢迎,大多数商家直播间的观众只有寥寥几十个,日本缺乏用于购物的一站式应用程序,消费者面对直播带货无动于衷,这使得卖家很难在直播活动中吸引到大量的购物者。 日本雅虎发言人也表示,考虑到其使用情况,以计划终止其直播服务,但是该公司现在正在重新考虑该计划。 从长远来看,直播电商在日本活起来的可能性依旧很大。